繁榮東區人潮車潮也帶來前潮 不吵建商看見這點 上帝蓋房也帶動多根 連這棟有著數十年歷史的正義大樓 也終於整地重啟 它的樓高是31層 有達到134米左右 那會變成我們在東區的一個新地標 夸下海口要打造成東區新地標 仔細看看這規劃藍圖 一旦成形又如馬來西亞的雙子星大樓 周邊機能也是一大看點 距離正義大樓 新建案不到一百公尺 就是知名的百貨公司 而不用兩步路的距離 就能到達中校復興的捷運站 生活機能相當便利 正義大樓的都更計畫 已經進行一年多時間 預計要在2021年才會陸續完工 但百貨業者遭救個個心癢癢 因為這地點實在太精華 整個的那個建築面積的話 大概在三萬坪 一到四樓是作為商場使用 那六到三十一層 整個都是住宅 十幾年的老舊大樓 要歷經一場都更改革 吞去先前殘破的形象 震狀蜕變成嶄新樣貌 連帶拉抬周邊防甲 前景肯定探照 記者晨晨茂 蘇宜歡 台北報告